我们已经学过了加法的数式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说说有关加法数式的问题 我们先来估计一下结果大概是多少 28离整时数30最接近 所以把28看成30 17离整时数20最接近 所以把17看成20 30加20等于50 所以28加17的结果大约是50 我们可以把两个加数都看成整时数 也可以只把一个加数看成整时数 把28看成30 30加17等于47 所以28加17的结果大约是47 或者把17看成20 28加20等于48 所以28加17的结果大约是48 我们来真正算一算 可以利用数的组成计算 把28分成20和8 把17分成10和7 20加10等于30 8加7等于15 30加15等于45 所以28加17等于45 利用凑十法进行计算 这是28 这是17 2捆加1捆是3捆 8根加7根是15根 其中10根要捆成1捆 现在是4捆5根 所以28加17等于45 还可以这样凑 8根天上2根凑成10 所以7根给它2根 现在是4捆5根 所以28加17等于45 或者7根天上3根凑成10 所以8根给它3根 现在4捆5根 所以28加17等于45 利用计数器进行计算 这是28加17 实位上拨一个珠子 各位上拨7个珠子 7个珠子加8个珠子是15个珠子 各位上满10 像实位上进1 从各位上拨去10个珠子 再在实位上添上一个珠子 这是45 所以28加17等于45 写成数式就是这样的 先写28加17 注意相同数位要对齐 各位上8加7等于15 各位上满10要向实位进1 所以各位上写5 进1就可以写在实位上 写一个小小1 以免忘记 实位上2加1 再加上各位进来的1等于4 所以28加17等于45 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巧算的方法 把28看成30 30加17等于47 因为28看成30都算了2个 所以再减去2 47减2等于45 或者把17看成20 28加20等于48 因为把17看成20都算了3个 所以再减去3 48减3等于45 这道题的数式你会写吗 先写43加57 相同数位要对齐 各位上3加7等于10 各位满10要向实位进1 所以各位上写0 向实位进1 各位上4加5等于9 再加上各位进来的1等于10 实位满10向百位进1 所以实位上写0 向百位进1 百位上只有进位1 所以百位上写1 所以43加57等于100